下牛 我要看胸 有点最糗 怎么 我看个胸你也有意见 你又没有 谁说的 我看一下 哎 没带 没带 没带的 没带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袖手旁观 精彩即将呈现 前不久 剧圈内人士爆料 一哥们儿在酒店摇摸摸时 竟然认出某手游公司 93年商务妹子下海兼职 据说该妹子 入手游行业不到一年 换过两家公司 抵挡不住手游圈 装13成风的风起 毅然决定下海满13 赚外快 虽然不幸被客人认出 但是妹子最好 还是做了这单身影 也是非常的有职业操守 最近中国一栋 广东公司董事长 钟天华表示 有两套餐 就像肯德基套餐 你到肯德基买套餐 吃完薯条 能把鸡腿还回去吗 没想到此言一出 肯德基表示不服 发微博回应说 鸡腿肯定是不会清零的 吃不完可以打包外带 炖汤烧菜 总之是你的 想咋用就咋用 看看 你们这些做运营商的 觉悟还不如做鸡的 不对 觉得还不如做炸鸡的 上周 韩国艺人李敏港 不是 李敏港 你别吓 我故意的 一批贴身物品 在手机淘宝开拍 包括欧巴穿过的原味衣服 原味帽子的 就是这个味儿 其中原味手机 在短短15分钟内 居然被丧心病狂的粉丝 拍出了18.5万的天价 抽出原价487倍 哇靠 有名就是来钱快 不用上班 光卖用过的东西就能火 安哥 别这样安哥 你也很有名 随便挑个东西卖 肯定强迫头 我给你讲 宏斗尼 人家都不知道要卖什么呢 我想想 好像真没什么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游戏 神之光 上帝说要有光 你妈 谁把灯光了 社管阿姨说 要脱光 然后就把炸给拉了 好到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 就这样陷入黑暗 神之光讲述的就是光 对人类的重要性 好在世界角落中仅存的一个小光源 还没有被放弃治疗 希望用微弱的光 通过一次次折射传递 重新点亮世界 怎么这么麻烦啊 人家俄罗斯办个奥运会 圣火灭了不知道多少次 从来都是路边借个火 继续走 战斗种族不解释 不过游戏一定是要通过正确反射光线过关 你要控制光路的方向 还有反射镜的角度 照亮三颗水镜 最后点亮生命之源才能过关 本来是一个硬派物理游戏 居然给做的这么花枝招掌啊 李克南娘炮起来也是不得了啊 这年头子唯美路性的都是纯爷们 哎 别说啊 整个意境还是很治愈的嘛 对啊 有没有一种黑暗中找到方向 人生中还很有希望的感觉 这个游戏唤起了我青春期的回忆啊 那年年轻的二运 喜欢拿镜子反射阳光丸 结果不小心闪下了老师的眼 哎 那是你带雪的青春 从此我只敢把镜子放在斜肩上玩 果然猥琐这条路上从来不缺傻逼 所以啊 光反射这门课 我再也避不了夜 哎 你马射光怎么过啊 瞧了半天也搞不定 这个嘛 左上将有萤火虫 像这样拖下来走一圈 明白 我最喜欢有提示的游戏了啊 你不是号称自带攻略的男人吗 这次怎么没找攻略 真男人就要玩没有攻略的游戏 比如这个啊 特技摩托 这种赛车游戏 有攻略也没有用了 谁说这是赛车游戏啊 这绝对是纯爷们变态自虐游戏 规则就只有一条 往死里摔 那要摔不死怎么办 那就来找我 包阵死的轰轰烈烈 行走江湖难免打打杀杀 看来看去 怕死怎么行 老娘先选量豪华作驾 八心八剑 嗯 你嘛 怎么都这么贵 行走江湖 没钱怎么行 比穷 老娘没钱跟你逼 哼 你能吃到所有的金币就行 下轮看我的啊 先升级一下小破驴的性能 有钱能使驴推磨 穷皮再怎么烧钱 也改变不了小破驴的本质 好了 让你看看怎么摔 才能摔出国际范 走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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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卧槽 我他 简直不能指示 果然摔出了艾萨格比亚 摔向世界 屌丝不哭 站起来撸 刚才不算 重新再站 我走 哎 我跳 你看 完美的后空方 你马就让头找地 哎 实在太惨了 脖子都断了吧 简直是用神命换来的三星啊 还好我是练过的 嗯 每天至少挨我三掌 一般人挺不过来 我叫的吧 这个游戏应该叫花样 啄死摩托 比较贴切